欢迎小伙伴阅读小编的原创文章 男友法力很高 这样的男友让人真是羡慕 今天我们来看看剧中法力最高的男友们 依帝君法力第一位的男友自然是帝君了 帝君是凤九的男友 也是凤九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人 凤九甚至不允许别人说帝君一句不好的话 凤九对自己的这个男友是非常崇拜的 在凤九眼中帝君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即使帝君让他受尽情伤的苦 凤九还是非常的喜欢帝君 看来帝君这个男友不但法力高强 魅力也是很厉害的 二夜华法力第二位的男友自然是夜华 夜华是白浅的男友 这个男友也是非常的高冷 并且还非常的痴情 对自己所爱之人愿意付出一切 对自己不爱之人 不愿意多看一眼 夜华的法力应该和帝君的法力差不了多少 夜华是一个对自己恨 更是对他人恨的人 特别是在战斗的时候 为了点打到敌神夜华可以用尽一切手段 有法力这样高强的男友护着 白浅真是太幸福了 三折炎法力第三位的男友自然是折炎 折炎算是白真的男友吧 折炎是天地间第一只凤凰 是有父神养大的 他的法力还是很厉害的 比较是老族长级别的人物了 武功法力是不可能弱的 折炎和白真 这对神仙眷侣是最让人羡慕的了 两人在十里逃灵 钓鱼下棋 酿酒活得好惬意 这样的小日子也是很让人向往的 四 桑吉法力 第四位的男友自然是桑吉 桑吉是少薪的男友 桑吉在三万岁就飞升上仙了 可见他的资质也是很高的 法力肯定也是上述的 并且桑吉对绍兴是真心的好 为了绍兴桑吉放弃了天族皇子的身份 甘愿却做个小小的水军 这份感情也是很让人动容 武连颂法力第五位的男友自然是连颂 连颂是承玉的男友 虽然承玉不承认连颂是自己的男友 可是九重天的人都知道连颂是他的男友 承玉就此默认了 两人在九重天上嬉笑打闹 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连颂是天族的三皇子 法力还是很厉害的 只是在剧中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六 黎静法力第六位的男友自然是黎静 黎静是玄女的男友 黎静背叛了她和白浅的感情后 和玄女走到了一起 玄女为了黎静背叛了天族 两人都是背叛者 还真是天生一对 黎静是异族的异军 法力还是很高的 只是黎静除了长得好看 就是对玄女不是很好 七 紫兰法力第七位的男友自然是紫兰 紫兰算是胭脂的男友 紫兰和胭脂是一对苦命冤量 紫兰是天族昆仑须的人 而胭脂是异族的公主 虽然两人非常相爱 可是昆仑须和异族是有大求的 所以两人真是命苦 紫兰在凡先的时候一直陪在胭脂 也算是男友力爆棚 最后一本节付表达的时候 光 故 shotgun combustion 第一